这几天白天各地高温是来到了27到29度 而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将会持续多久 接下来我们请记者邦彦来自于气象署的报道 这几天白天高温的好天气恐怕要结束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 本周受两波东北季风影响 好天气将持续至23日白天 预计23日周四晚间起东北季风增强 周五起因封面降于水气增 花东民众出门除了穿着保暖建议期待雨具 我们可以看到22、23 其实温度还蛮高的26度 不过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23日晚上的温度大概就会下降了 因为我们受到一波东北风影响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22、23日晚上的时候高温就会下降 那个情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23日晚上的时候 还没有说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0度的情形 所以24、25日的时候 我们高温会下降 然后低温也会下降 所以我们23、24、25日的时候 我们低温大概到18度、19度 然后到26日温度 封面影响的情形比较小 所以我们高温又升高一点点 然后低温其实差不多 其实低温整周来看 其实都还算蛮平稳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27日东北风又下来 所以高温又会晚上又会下降一点 然后到28日整个高温跟低温都会下降一点 所以我们整个一周来看的情形 其实天气都还算还还不错 不过就是到封面来的时候 可能在局部地方 像迎封面的地方 会有一些局部短暂影 所以基本上天气都还好 然后温度看起来蛮舒适的 就是高温其实也是在26、23、24的一个情形 然后低温可能就是说清晨的时候 如果天气晴朗没有云的时候 其实浮射冷却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早出晚归还是40天加衣物会比较好一点 第一波东北季风预计影响至25日周六 降温有感但水气不多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预计26日减弱 白天起各地气温回升 不过到了下周一27日 又有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南下影响 提前花东民众出门穿着保暖 留意日夜温差 记得讲猫叶华林士报导